全油管最快新闻,资深记者多安胡透露, 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已于9月11日正式出狱, 目前回到了北京家中。 宋哲曾是王宝强的信任经纪人, 却在2015年至2016年间涉及侵占资金案, 被判刑6年。 报道显示,宋哲服刑时间与之前的判决一致, 可见没有获得减刑。 6年的服刑期间,宋哲的家人承认大部分款项 用于购房、购车和旅行。 有知情人透露,宋哲服刑期间瘦了很多, 精神状态也不好。 此前有关宋哲出狱的报道都被证实为假新闻。 王宝强在2016年与马荣离婚, 而马荣近年来消失在公众视线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。